男子搭上小黃指定要北高來回 問長以為接到大丹 立馬上路 凌晨四點多 問長開進新莊上洞 必要求靠邊停車 但沒想到 當時任命小黃問長 依照指示開到了新莊路 而這名乘客要求暫時停車 接著他就走到這條上子裡頭 說要來找門牌 但是沒有想到一早就是二十分鐘 駕駛車等不到人 才驚覺自己上當受騙 第一時間駕駛為了自保 還跟著下車 但男子假好意要問長把車停好 最後趁問長移車 短短幾秒鐘的時間 竟然溜至大吉 實在好無奈 因為這一趟真的虧慘了 問長還原載客過程 說早在高雄鳳山區 男子一上車 就曾詢問他 為何要北高跑 男子辯稱是為了要拿重要工具 就油門一吹 開了三百四十一公里 把人載到目的地 乘客卻沒附車子落跑 問長損失至少萬元起跳 台北幾個司機有來視訊 搭車的裝性犯嫌對外自稱是廟魚彩繪師 過去就有詐欺前科 如今未付車資落跑事件曝光 計程車同行也出面指認 五月就曾再過他 就也是被跑單 損失上千元 怒控是霸王車管犯 會支付一萬多元的計程車資 警方第一時間獲報後 立即調閱監視器影像 以迅速鎖定犯嫌身份 嫌犯搭小黃代步 卻搭霸王車 就怕再有問長受害 警方已經鎖定身份 將擴大追棄 將員宣制依罰 三天宣章的聲音中響新聞報導 三天宣章